这部剧迷得不要不要的 相信大部分人也是如此 没错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其实小编没看电视剧之前 先看了小说两遍 要说电视剧与小说的疲惫度还是挺高的 除了改了一些敏感的东西 说起来还是小说更有趣一些 不过电视版紧贴原著 也是获得不少吹捧的原因 起初还没播之前 作为看过原著的人 我对赵耀廷的夜华是抗拒的 要说杨敏的性情还是比较符合原著女主人 白浅的品性的 只是外在颜值还是不够先 毕竟白浅是四海八荒第一美人 还是女帝君还是上神 怎么样也要更精致更仙气一些 虽然要说外在还是刘玉飞比较符合原著 但是要说性格还是杨敏比较符合 先前被封印的秦苍 把墨渊上神搞了魂飞魄散 到后来又再次出来作孽 夜华和白浅联手打大boss 夜华和东皇中一起杀死秦苍 魂飞魄散 白浅身手重伤抱着夜华的遗体 不准任何人靠近 直到复活的墨渊上神赶到 倩倩才让人靠近 可惜墨渊上神也说夜华无救 倩倩一直不愿意把夜华遗体还给天租 但最终还是想开了 将遗体还给了天租 就此开始了苦等的日子 直到三年后 在凡间天气的白浅 碰到夜华的表妹 表妹告诉了她夜华复活过来的消息 白浅一路赶回寻夜华 最终看到在抚摸墓碑的夜华 夜华伸手亲身道 倩倩过来 小说最终是大团圆结局 夜华和浅浅最后在一起 尽管路途曲折 却也是大好结局 算是还了读者一个心愿 而贤女的结局就是不大好 被白浅收回容貌 自己看不过自己真实的容貌 自挖双眼 最后或许被离近剥皮抽筋 宿景则是被白浅画回了眼睛 也没落下好下场 而帝君和白凤九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小说里 没有太多纠缠的 白凤九最终选择忘记帝君 之后再无多描述 不过有人说 《枕上书》里 帝君追白凤九的影子在一起了 大概也是一个好结局 东华和凤九成为夫妻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女配等原因分开了 凤九给东华生了个儿子 很多年以后再遇见东华 东华也没追回他 后来才知道 其实东华当年离开他是因为他要愉快了 但是最后凤九知道了真相 他们在一起了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也可谓是经典之作了 相信以后会有不停的翻拍的版本 期待赵又廷的演技